主角,你不要在這裡惡好我 出來,出來 很混亂 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我們做一個開箱的 之前有一個網站Custom 邀請了我自己去設計一些產品出來 現在就到了 超級無敵快 昨天他們跟我說 開始寄了,今天我就已經收到了 很快 所以我就和大家一起開箱 看看第一印象 我們一開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我設計的那樣東西 好像不關你 你在這裡做背景 不是啊 我們一共訂了三件產品 第一件是Cushion 第二件是我最近買了MembleAir 所以我做了一個Cover 第三件就是 是什麼 尿袋 對了,有行動電源 我們現在就開開它 開箱吧 咦?沒有東西的? 啊 是Cushion套來的 是 好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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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樣 Suppa,是什麼來的? Suppa,是不是你來的? 是什麼來的? 對,問一下 是一樣的 我現在先拆開它 哇 好大的Suppa 我自己研究過 應該不可以兩面不同的圖案 我只設計了一年 讓大家看看 這個圖是我平時自己去背景時做出來的圖 我直接把它關上去 用它們裡面的網站 這些背景的圖案是網站提供的 其實我覺得背景做到這個效果 完全是因為僥倖 和凹凸而已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用了黃色的花花做背景 然後就打算不如試試第二個背景 我就以為一按另一個背景它會轉 原來不是的 它會重疊的 然後按完之後覺得 頗有層次 那個感覺 頗有設計感 我就直接用了 很漂亮 是啊 它的質地是一個短涌的質地 它不是就這樣綿的 它是有點無涌的質地 它不是那些很普通 其他傢伙店一買就買那些菇筍套的質地 裝到了 叮叮 好舒服 挺好難 比坐牌 坐牌會不會不開心的 你這樣說 真的很可愛 而且我這個圖本身是這麼小的 然後我硬把它扯大了 其實它也有警告過我 說可能會很蒙 但是我覺得實物又OK 它真的完全有那種毛的感覺 Chopper那些 好了 我們事不宜時再開另外那兩樣東西 這個應該是Portable 這麼大盒 為什麼 應該會有盒裝設施吧 對 哈哈哈 它的盒都是有他們的網站 然後是有暗花的 然後質感很好 嗯 好了 這個就是Portable 有我們出去玩的時候拍的照片 還有下面有一句 我是抄心靈計堂的 我是寫了 Live Well Love Lost and Love Offerance 所以我覺得都挺有自己的特色 而且拿出去的人應該都覺得 挺有趣的一件事 人家會覺得為什麼你的Portable 不是會一樣的 這個裡面有1萬個MAH 然後這裡旁邊是可以拔到 已經有一條線出來了 然後 這裡 這個 這裡呢 就可以把它轉換成iPhone的充電 是的 非常方便 而且它不用用Type-C 它沒有Type-C 是的 我也是在想這個問題 那你怎樣可以充電呢 先研究一下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你的電話現在是用Type-C充電的話 就用不到這個 或者是要用一個Adapter再轉 但是如果好像我這樣用iPhone 就非常方便了 完全不需要自己帶電 它就可以來自到 而且它這個面是一個白色的皮面 不是那種很膠的感覺 我自己就覺得蠻好 重量我覺得是可以接受到的 平時10000mAH的都是這個重量的 它不會特別重了 但是它也不是輕飄飄的 它有一定的重量 但是我覺得自己可以改裝 自己的樣子或者你喜歡的東西上去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特色 和很獨特 很獨特的事 到最後就是我的MacBook Cover了 我最近因為想多一點時間在街外剪片 我就買了一部新的MacBook Air 不在 那這個呢 就是之前我和我男朋友去台灣的時候拍的照片 我直接把它放大 變成了這個MacBook Cover 特別在於 因為我們不能帶Tropa去旅行的關係 我們就把Tropa卡在這裡了 它這個質地是一個太空棉的質地 聞起來現在有那種新的膠味 哦 但是又不是很過份的 不會令到我覺得不想用 或者要先洗了 我想把它曬一下浪一下 這陣味就會沒有了 所以裡面什麼都沒有 它就可以放到13吋的MacBook Air 好了 那這次這個custom的開箱呢 其實是比我想像中的效果會更加好 還有驚喜的 因為其實很多照片呢 我都硬把它扯帶呢 他們都有跟我說過 那個效果有機會會很蒙 但是我又覺得 不如試一試吧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去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有我這個sample做樣子 讓大家知道如果是蒙是怎樣的 但是結果來到的產品呢 全部都沒有蒙過 我覺得很開心 還有呢 他們那些產品呢 那個質地全部都是很好的 雖然它的價錢不是一個非常便宜的價錢 但是呢 你都知道 譬如有些人有小朋友 或者有寵物的話 基本上你整個腦 你整個生活 都會圍繞著他們 所以其實這些custom made的東西 是非常適合我們這些家長類型的人的 我們覺得這樣做完之後 可以經常帶到初爬出去 或者周圍給人看的時候 都會有初爬 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那除了我們今次做的這些產品之外 其實它有非常之多 不同種類的東西可以做的 例如是一些燈箱啊 傘啊 旅行行行箱啊 杯啊 水樽啊 都有很多 那他們這些全部custom made的東西 大約的價錢都是二百多三百元左右 那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的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你說它是超便宜的就不是的 但是它這個質地和它的質素 是對得住這個價錢的 我自己就覺得 而且他們是會有三十天的滿意保證的 好啦 那今天這個我們自己做的custom product 分享開箱呢 來到這裡先啦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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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